吉吉镇 田辽里 田辽一向的道路 长久以来都没有重新刨除重铺 不但可以看见道路路面破损严重 也有交通安全上的疑虑 在接获民众陈勤过后 县议员 县明毛 陪同县长林明珍前往实地勘察 从兵工厂 整修 签到这边来讲 都没有整理过 所以这回因为 常年一位居住的人 已经一直老化了 所以他这个 整个道路的不平整 引起这些出入的长者 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这回其实恳请县长 和相关单位来帮我们忙 把这个田辽 而向这条的36户 住户前面的这条路又铺平 然后还有最重点的 就是说他这个水沟的时候 杂草已经全部长起来了 那因为长者也年纪比较大了 比较没有办法整理 所以能够如果说因为铺这条路 一并把水沟的问题解决的话 实在是非常的感谢县长的帮忙 你县长在惠康后 也指出道路确实有需要改善 并在听取地方居民的意见过后 将会请相关单位 尽速发布施工 这条路 以前看厚摩托 30几年来 厚摩托都透漏 就头都走出来 一些市大人在走路 还是说要有的市大人在设论里 进步方便 所以经过我们的五代川 我们的县政顾问 和市民谋 和李政 还有林如斌一直在欢迎 所以今天他特别来看 所以现在经过大家讨论后 在这个组合的头前 米盘 不要去刮 相平米盘不要刮 中文 刮到六米 摩托中 刮到 还有电控摩托 先议员先米盘 肯定县府团队的用心 也希望在会康过后 相关单位能够尽速改善 希望在会康过后 相关单位能够尽速发包施工 改善道路问题 保障地方居民行的安全 记者邱平一 急急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